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会带大家去认识如何练成人人都羡慕的腹肌 一般我们会去找很多不同的动作去训练腹肌 有Sit Up、卷幅、反向卷幅、或是一些Russian Treats 但大家有没有试过做了很多这些动作 腹肌仍然是觉得不明显,你仍然是不满足的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方面的配合才可以让我们的腹肌呈现 今天我会从解剖学、运动的训练和饮食各方面去跟大家讲解 少一样都好,你的腹肌都没有办法可以那么显现 大家好,我是Telens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拥有令人羡慕的腹肌 其实这些腹肌究竟是怎样可以练出来的呢? 单靠做卷幅或是腹部的训练是完全不足够的 首先我们要看在动作的选取上 哪些才是真正可以刺激腹肌的? 腹肌其实不是一旧腹肌 其实里面是分为很多不同的肌肉 首先腹肌是有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和腹横肌的 首先讲到腹直肌 腹直肌的功能就是当我们身体站直的时候 令到我们弯腰弯下来 记住,是令到我们的驱缸屈曲 上身这个位置是驱缸 驱缸屈曲下来 这个就是腹直肌的功能 而并不是令到我们的宽关节 这个是宽关节来的 令宽关节屈曲 这个不是腹肌功能 首先记住到这里 然后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 它们通常都会一起合作工作 如果两边对侧的腹斜肌合作的话 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是側屈了 还有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旋转的驱缸 令到我们可以左右两边去到转 而腹横肌就好像一个腰封那样 触住腹肌的位置 触住腹部 令到我们用力的时候会运用得更好 刚才就跟大家从解剖上讲解了腹肌 其实我们经常说那六架腹肌 八架腹肌都好 其实都是那一架腹直肌 那一架腹直肌 其实上面是因为有一些横向的筋膜 它是压下去的 当压下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形成了那些腹肌的纹 所以就会看到有一格格出来 好了我现在就会跟大家讲解一些常见的动作 哪些动作是可以真正刺激到我们的腹直肌 哪些动作是相对没那么认的呢 我会去到逐个动作去拆解 我不想只是我说哪个动作好 哪个动作没那么好 大家就只去到跟 我希望可以讲解完之后 令到大家自己都会有能力去到分析这一件事 那我现在首先会讲解 平时常见Sit Up 这个动作 Sit Up 要有人按脚的 我现在没有人按脚 所以我就拿个啞鈴来给我勾 Sit Up 我们会是要勾脚或者有人按脚 先躺在这里 双手抱着自己 然后上来 上到去 手臂 是触摸大地 接着 下来 下来 肩甲骨道地 腹直肌的功能是在做驱缸屈曲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做Sit Up 的这个动作呢 我驱缸屈曲 其实这个幅度 大家看看 是不是太大 其实是很少的 主要 令到为什么我身体可以摆动得那么大上来呢 我是在做一个叫做宽屈的动作 宽屈的动作 宽屈的动作 就是说当我个人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是提起脚 又或者我个人站在这里的时候 挽腰下去 这些都是宽屈的动作 宽屈的动作就是牵涉到我们的宽关节 宽屈的肌肉就是有下腰肌和鼓直肌 我们就会叫它做宽屈肌 这些肌肉不是腹肌 所以在Sit Up 这个动作里面 你会看到这些位置都参与了 亦都是令到大家想一想 你如果有做过腹肌的话 又没有一些经验 是发觉了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的肌肉是会觉得累的 为什么这些位置会累呢 就是因为我们用了宽屈肌 去到完成Sit Up 这个动作 至于你说Sit Up 是不是没用呢 也不是的 如果你的运动 你的需要是真的经常要提起对脚的 或者你是要去做一些平衡 需要你考Sit Up 这个动作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Sit Up 才会达到你预期的效果 现在我示范另外一个动作就是卷幅 卷幅这个动作和Sit Up 相当相似 我只是在做一个驱缸屈曲的动作 就是我的腹肌这个位置 卷上来 我的宽屈肌群的位置 这个位置 大家看看 我双手放在这里 我屈上来的时候 我这个位置是没有摺起来的 如果有摺起来的话 我会硬到一只手 但我是完全没有摺起来的 所以我是没有用到我的宽屈肌群的位置 我们相对会是做卷幅 会是更加能够刺激到我们的腹直肌的位置 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动作 例如反向卷幅 你会见到当我上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这个的宽关节 宽屈肌这个位置 令到我对脚上来 至于我腹直肌这个部分 其实我差不多是完全没有动过的 就会变成一个叫做等长收缩的参与 所以一路做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是 这个位置附近好像很累 那些其实都是宽屈肌群的疲劳 不过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变化板 令到它有驱缸屈曲的成分在里面 手我们可以放在旁边 不用放在屁股后面 提上来 上来 是令到我们的盆骨离地 跟着落回去 当盆骨碰回地 就已经足够了 呼气 吸 呼 呼 吸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看 我的驱缸 虽然我不是由上面卷上去 我现在是变成由下面卷上去 因为这个是反向卷幅 所以我也是在做驱缸屈曲的 然后我要示范的动作就是平板支撑 不只是腹肌去到训练了 其实是我的脚、臀部、手臂、胸、背 其实全部都是运用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动作 我们是可以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 就会变成一个叫做等长收缩的参与 即是说经常是谷实了 核心肌群不仅是这一幅位置叫做核心肌群 其实我们的手、脚各方面 我们都要配合到 维持到那个动作的姿势 才叫做我们整体的核心的稳定 才叫做完美 这个就是会令到我们做其他的动作 任何一个动作 都会有正面的帮助 令空踩单车 躺在这里 提脚上来 然后就是这样踩 大家现在应该可以理解到 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究竟是用了什么关节去移动 我的驱缸有没有移动 我又没有做驱缸屈曲这个姿势 我做空中单车动作的时候 腹肌究竟得到什么的训练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一说 接着就去到饮食的环节 饮食其实是用来帮助我们 控制我们脂肪百分比的 其中一个方法 即是说令到我们脂肪百分比下降的话 我们肌肉的纹理就会呈现多一些 如果有肚腩的话 就算你腹部里面的肌肉有多强也好 外面也不可能会见得到 首先肥腻东西不好吃那么多 甜东西或者是油都不好吃那么多 不过如果日常保持正常饮食的话 偶然放肆一两次其实都无所谓 另外我有一段影片是介绍我的 Keep Fit 减肥秘技的 我将连结放在影片说明栏的位置 大家稍后记住去看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运动 去到消耗我们的身体脂肪 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带氧运动 又或者是做一些高强度间歇式训练 其实都一样可以的 只要提高到我们的新层代謝 提高到我们的能量消耗的话 其实就可以减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了 不过都要看回你自己的能力而定 如果本身不是说常做运动的 那么快做高强度间歇式训练 其实会是对你的身体肌肉关节的负荷 会是相当之大的 可以去到先游一些简单的带氧运动 入手都可以 例如一些急步行 缓步跑 喜欢游泳的话可以游泳 或者去到踏健身单车 这些都可以的 好了今天我就和大家 大家不止去到跟着动作做了 你会自己去到分析哪些动作有效 哪些动作应该是放在别的时候做呢 而不是练腹肌的时候做呢 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 好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记住按like share 还有订阅我 我们下次回来再见 拜拜 拜拜